欢迎回到Gate Podcast 我是Gate的Friend 那今天很特别我们是Gate特辑ACT CAMP系列 那首先我这边邀请到两个参与我们2024ACT CAMP的球员坐在我的旁边 那等一下我会先请他们两个分别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然后看你们想要讲多长的内容都可以 可以让我们的听众知道你们是谁啊来自哪里啊 然后今天呢主要我就会问你们参与我们这一次第一届ACT CAMP的心得 那我就先从我左边的正号先开始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台北市开南高中的正号 然后现在就读高一 OK好那左诚呢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北市金华国中 今年国三 你们两个现在是什么紧张吗 是第一次录Podcast吗 对 蛮紧张的 不用担心啊 现在就流手汗 比你要罚球还紧张吗 对 我们先问年纪小了好了 毕竟你们差一届嘛 我先问一下左诚 就是当你实际听到ACT CAMP 你有来参加说明会吗 有 OK那你参加完说明会的那一天 就是你还记得就是你听完之后 你对这整个计划跟那整个想法 就是你有搞懂这东西在干嘛吗 有当下就是原本我的想法是想要 然后国中毕业就旅美 然后但我听完这个演讲的时候 我知道是大学才要去 所以我觉得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让我做准备 那天去的时候超多人 我内心没有自信 为什么因为人很多 对 因为直接满场 然后我站在后面 然后连椅子都没坐到 真的哦 真的 你就是后面进来那一批没有椅子的 对 真是不好意思 那天应该有个140 2 30 就真的满场 对 对 所以你是站着听完的 对 你全程都有在 对 包含你的学长 这样装出来分享的时候 对 OK 那你当下听完之后 你回去有跟你爸妈说什么吗 呃当下还没有想说要做什么 说什么 因为那时候也觉得上的机会很小 但随着报名的日期 逐渐要接近的时候 我就想说试试看 因为同学也有报名 我就想说 我应该比我那些同学还强 不错不错 至少你对自己的自信是足够 那我们来听一下正好 你是 你应该没有来说明会吧 我没有来 是我爸爸来 哦 那是你爸爸有来说明会 对 然后他听 然后他跟我讲 所以他会去跟你讲述了 对啊 然后 他有传给我那时候 降双的那个方程 就是跟你跟他讲的那一年 对对对 然后 听完 嗯 好像蛮酷的 那再来 我们这次ACT报名的过程 其实相对比较复杂一点 你们都是自己准备的吗 没有 爸爸帮我准备 那个highlight不是我自己剪的 但是 自我介绍那些不然就是要自己做 那时候就觉得其实有点难 就是没有搞过那么复杂的东西 而且那时候自我介绍 你知道那时候一直讲一直讲 然后从不背 然后那时候搞了一整个下午 然后还没搞完 你是花多久时间准备整个报名的资料 其实我永远忘记 就是那时候报名资料有什么 自我介绍 对啊 就是我介绍的影片 highlight 还有投篮 对投篮的影片 然后还有highlight 投篮那时候也是花很久 因为我那时候有另外一个同学 现在已经不在我们这里 但是我那时候就跟他一起约 然后就一起投篮 然后那时候整个 所以就是 我那时候去高中的时候 就是他们就觉得说 他们做这个 为什么要把他拍起来 然后那个 我们再做一个准备营队 那什么东西 那时候投篮也是觉得头蛮差的吧 我想说 怎么觉得会一大段比我好 那你呢 你也是自己准备的吗 我全部都自己准备 全部包含所有的影片剪辑 对 都自己剪 你学弟很优秀 然后 因为全部都自己用的嘛 所以我就赶在报名前几天才用好 就觉得来不及这样 然后就是 录投篮的时候 我觉得是最难的 因为你会想要 每球都进 想要录到最好 就是要录很久 你知道其实我们在设定 就是一开始报名的影片的时候 其实也是希望你们 在报名的过程中 就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所以包含就像你说 你全部都自己准备 然后或者是你说 你有父母协助 我觉得这都蛮正常的 因为很多东西 说实话 你要一个人准备很难 就算你是自己准备 但你拍摄的时候 应该是有人帮你拍嘛 对啊 或者你就放脚架了 对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你们未来出国要 不管你们想要什么时候旅外啦 就是你们如果想要出国的话 你们要准备的东西 不外乎 就是自我介绍 highlight 然后至于那个投篮影片 更有趣了 我有跟你们解释过 为什么要做那个投篮影片吗 或是你们在投的时候 有想到什么吗 看你的金本公吗 就是金本公杀不杀实 就是一个 你觉得呢 那时候听演讲 听他说什么 Compid on Anson 你可以多很多课 有在专心听 对 你知道那个其实就是 我们在NBA球员 在技外 在做一些检测的时候 然后他们大概有几种做法 他们是会算 你投进的总秒数 我们其实一开始 我记得我们设定给你们 是一分钟嘛 然后有一个人可以检球 但你知道NBA球员 在投那个是 自投 自检 所以你要很准 因为你的空心 一定要真的是 就是你知道 要踹的空心 你才没有办法 就是不用检球 跑很远 对 所以他们其实就是会 在一分钟之内 投完五个点 那你知道你投的速度要很快 然后你也要投 然后那时候 我记得一开始 我们在设定的时候 因为这一次的对象 毕竟还是国中球员 就你们可能没有办法 到百发百中的 就是准度 但其实里面有 有人基本上 接近百发百中 但我有问他 他说他大概录了很多次 那这是好事 因为我们其实希望 你们就是去练习 你们的投篮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不设定影片 就是你要怎么拍 拍到最好都可以 就是不要剪辑 就是因为我们想要看 你到底就是可以 投的多好 多稳定 所以才这样子设定的 那如果你们现在 回头回去看那个影片 假设你们再做一次的话 你觉得你们会有什么改变吗 我觉得我应该会 投的比以前好准 所以你现在投的比较好 你呢 我觉得我会把我的 投的总时间长给缩短一点 就是增加自己的速度 增加自己的命中率跟速度 其实我们在报名阶段的时候 就是让你们做自我介绍 然后影片跟highlight 因为这些其实就是旅美会需要的 好 那再来我们时间快转到 当你们报名完 其实这次报名的人蛮多的 我们在前期在筛选的时候 你们的投篮 你们的highlight 还有你们自我介绍 光你们两个人的自我介绍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听 而且每个人 我说我自己啦 每个人至少会听五次以上 因为很多人 所以你也会做笔记 所以我对你们自我介绍 也都有点印象 但你那个时候的发型 跟现在差蛮多的 我记得你自我介绍影片 是否觉得反差很大 你可能头发长出来了吧 对 你们在准备就是 我们公告面试的时候 的那一天 就是你们 因为你说原本有点担心 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机会 进到面试阶段吗 看到面试成绩 是你自己看到的吗 还是你爸妈看到的 爸妈 所以他就告诉你 说你进来了 对 那你那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 就是蛮兴奋的 然后有点期待 那你呢 你是自己看到的吗 不怕跟我讲 但是那时候就觉得 应该再烂都会进50人 然后 比如这样讲 我们这是很公平 不能说什么再烂 那些没有进来的 不是他们烂到 我说我对我自己 觉得就是我自己要求 就是至少要进到50人 不然感觉有点太惨 然后 但是一看到路线 完蛋 后面面试也太难了 我必须说 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对外讲太多 但这次的竞争激烈程度来讲 就在第一轮 男生的竞争程度很激烈 因为男生非常多人报名 对 就是男生进来的几率 你要说就是甚至不到一半 其实这几乎是有可能的 因为男生真的很多人报名 所以 我觉得男生能进来的那个数 就是你们真的进到面试阶段 其实真的都很厉害的 我们其实有刻意的安排 就是公告面试后到面试 距离就是两周 所以这两周的时间 就是 而且我们把题目都给你们了 对吧 就是中文面试的那几题 然后英文面试的那几题 甚至要背的那些单字 我们都直接给你们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设计吗 为什么不像今天 今天你们是 就是志愿来录我们的Podcast 但我没有告诉你们 我要录什么 就也完全没有泄露任何的题目 可是我们在面试的时候 是给你们所有 我们会问你们的题目 你们觉得为什么 我们要这样设计 不要紧张吧 那我今天不给你 你还不是很紧张吗 我给你 你会比较不紧张吗 先习惯国外面试的吧 其实就是怕 因为我觉得 我们的面试团体面试 所以其实蛮难的 就是你未来出社会 找工作的话 才比较有可能有机会接触到 所以我们想说 怕你们才不知道 怎么准备的情况下 那还不如我们直接告诉你们 我们要怎么走 然后我们就想看你们这两个礼拜 会不会花时间来准备 这是我们想看的第一个要点 那我们请卓晨分享一下 你怎么准备 我们的面试吧 我中文面试 我就是一直找我的同学 然后教堂问我问题 然后我就一一回答 然后就每个人 因为我记得是有五题 要回答对不对 我就找很多同学 就是每个都问五题 这样问五题 你说你把这题目拿去问他们 对 然后听他们有什么想法 OK 先这样一轮之后 然后再换 他们问我 因为我面试要回答 所以我这样就有 先体验过那种面试的感觉 蛮聪明 你先体验一下面试官的感觉 对 英文面试的话 是找一个美国的朋友 然后他就是帮我调一些文法 还有一些语并那些的 然后讲话之后比较顺 那些英文单试应该本来 大概都会吧 对 那些篮球的 对 那你呢 你怎么准备的 我觉得准备过程蛮艰辛的吧 因为我们那时候 艰辛 两个礼拜 我记得有一周 我们是在 我们是在嘉义达赔田口 然后 所以那周就是等于说 没有任何准备 因为 你比赛的时候 我爸说什么 我把那个 只是去那边要准备 没有 你去那边不会有时间准备 然后我那时候 可能晚上的时候 会看一下那个英文单试吧 但我觉得英文单试 就是没有什么难的 然后 中文面试 就有跟宝宝吵吵过 要怎么讲之类的 然后 英文也是 大概跟宝宝吵吵过 然后 就要担心的还是英文 因为 真的英文 那个要背起来 蛮难的 就是自己讲了每一段什么的 要怎么背 然后那时候 有些东西是宝宝我整理 然后 我就会觉得 靠 他昨天也太难了吧 他给我一些单字 我觉得完全不是我这程度 然后我还问他说 这什么意思 我好像 那天就是面试完 我好想遇到你爸 然后他有拿他给你 他是不是有给你一个答题策略 仪式的摆子上面写很多 我好像有看到那一份 因为 因为那天 所以有很多家長就來跟我聊天 我記得對我有特別有印象 那應該是你爸 他拿了那個就是面試的解題的一些策略 對好像很長 然後他就跟我說 驗照面試官你要怎麼跟他講話什麼之類的 但是中文面試我覺得就還好啦 中文面試雖然我蠻緊張 我一直在那裡揉紙 那個那個 你們同一組嗎你們兩個 不同組 我跟他同學同組 然後反正那時候拿到那個紙 然後我就一直折他 然後他們最後那個 就是你吧 沒有沒有我就一直捲紙 然後結果那個紙就被我折到超矩 沒有因為那時候我們準備了紙 就是紙放在你們的椅子上 然後好像第一輪面試結束的時候 就發現那紙就爛了 然後我們今年的其中應該要改的 就是不要再給你們紙 因為你們真的太緊張 那邊折啊 後面的人根本就看不清楚 你是第一組嗎 我是第一組啊 我第一個有去中文面試 你是中文那你第一個是什麼 我第一個是英文面試 英文面試聽說有蠻大的 就是蠻多人壓力特別大 尤其是前面第一二組的時候 對就是那時候很多人都只講幾個單字 然後就停了 你意思是說抽到題目 然後講幾個單字就停了 對 你是第幾個抽 我是第三個抽 所以我就也先聽他們講 然後我就知道我自己都要講滿 就是才能贏過他們這樣 所以他們是太緊張還是就 那個感覺氛圍怎麼樣 因為英文面試跟中文面試又不太一樣 就是英文面試也是有 雖然只有一個主要的評審 但裡面也是一群人在裡面看著你們 對就是因為我們是第一組 所以他也沒有很就是講得很輕 就是那第一個人他就是講 講這個單字 然後他也沒有說他講完了 然後我們就一直一直讓那個時間繼續 自那個 喔喔你說那個人 你們也不知道那個人講完了 對然後就一直這樣停留在那個時間 那後來呢 後來就很像我都有聽其他組 然後就是後來他就問你說你講完了沒 然後你就要說我講完 他用英文問你嗎 對 那所以後來你自己在講的時候 你覺得你就有告訴他你講完了 對 要不然他會跑完那個一分鐘 對真的 跑一分鐘的時候大家就這樣 就坐在那邊 對 那一點很尷尬 對 那一點很緊張 對 那你有講到一分鐘嗎 呃 56秒 喔控時控的蠻好的 你應該有特別就是演練過吧 有 不錯不錯 你有準備英文講超過50秒嗎 沒有但是我那時候中文跟英文面試都超大 因為我同組都在搶 就是他們五個 其他四個 沒有沒有 你現在是第一組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 就只有我跟他同學 我們兩個講的沒有很好 然後 但是其他人口條都超好 然後他們英文每個都超好 然後他們誰都給我講完一分鐘 然後那個 那個他們講英文的時候 完全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 等一下你的英文到底好不好 欸我真的覺得我英文不差 但是他們講的真的很難 真的 他們是真的 我真的覺得我們那一組 覺得是第一組 然後他們每個人都給我講完一分鐘 然後他們都講超好 所以是那時候不是有那個單字嗎 他說可以解釋嗎 他們其他三個都給我用英文解釋 用英文去解釋那個概念 然後他們整個講 怎麼可以解釋是不是出來 然後我那時候 換我的時候他問我單字 然後他說 他問我說這單字 然後我還很緊張問他說 可以用中文解釋嗎 當然可以 可以啊 然後 然後因為他們前面都講太好了 然後是我真的覺得我們那組壓力很大 然後後來玩了後我就去上廁所 然後遇到那個英文老師 然後我就說我講還可以嗎 等一下 他是跟你用中文講一樣英文講 用中文 然後他說 他說我問他說我講還可以嗎 他跟我說你講得很好啊 然後我說但我看我同組是這樣 他說 他說你們不能這樣比 他說你可以看 他說我覺得你講已經是前面的 因為畢竟我們這一組太強了 反正因為現在也都結束了啦 我就把我那邊收 那天收到的一些資訊啦 的確那天的男生第一組 聽說是讓大家就是很驚豔 就是不管在中文的表現 或是英文的表現 而且是整處的平均都是蠻不錯的 但是其實我們在比 也不是只是跟同組的人比 但你們策略也對 就是你至少要講得比你旁邊的人好 對 策略也沒有錯 只是因為還是整體一起比啦 所以可以感覺得到 就是大家真的為了這個 做了很大的功夫 那現在你們如果回過頭來看 那個時候面試的自己 就是你會給那個時候 你自己什麼建議 就是不用太緊張 就是當聊天就好 對就是當聊天就好 英文再多準備一點吧 所以對你而言 我那時候 你的哨門 對啊 那個我那時候英文 有一段一直在卡住 你說你就忘記要講什麼了 對啊 因為那段太難 然後那個什麼 我記得那時候就講什麼 抽到什麼啊 場上的技能嗎 好像是什麼吧 然後那時候就說什麼 什麼空位視野什麼 什麼東東的 然後我那個 我直接忘記那個單字 呵呵 我這傻眼 所以你的Vision嗎 還是 對對對 我現在還記得 因為我們前幾天還講到 然後 反正那時候就是英文面試 真的是 超難 真的是我覺得同組壓力比較大 如果我跟他騎S5應該是還好啦 但是跟他同組 重點是我們那時候五個人四個題目是一樣的 所以 你抽到了 對我們五個 這個機率 超低 超低欸 對啊 我們是 英文面試有四題嗎 對 然後我覺得我們 超級的那時候第一個是泰語 對我學弟 然後後面四個全部題目一樣 然後那個全部題目一樣喔 那第五個人壓力一定特別大 你就第二個 沒有沒有我是第三個 然後我們那時候整個比 然後因為題目一樣 你就是會比那個 更容易比 對更容易比 然後就那時候 我記得那個楊勳也講超好 完蛋 怎麼辦 哇你們居然還 就這麼有競爭力的一組 還全部抽到一樣的題目 對對對 你看我們這一切就非常真實 我根本也不知道你們抽到什麼題目 我根本也不知道你們來的人 到底是 就是實力程度 我們只能根據就是我們那個時候分的 然後盡量做到一個分組 那這樣想起來 你們兩個經歷在那天面試日 算是蠻不一樣的 對 特別他印象最有深刻的很明顯就英文 對 那你就是這樣回頭看就覺得不要太緊張 對 就好 OK 那我們現在又再繼續 你看喔那時候面試是5月2期嘛 面試結束之後讓我們放榜 差不多6月中旬左右 那你們 就是面試完的當天 你們自己覺得 你們會進來的機率有多高 面試完當天 在看到放榜之前 你自己覺得 我覺得 蠻高的 你那天面試完你的信心是不是 因為那天最後一個是中文面試 然後他就 舊大宗教員就問我們說 你們可以問問題 嗯 然後我就問了一個問題是 你們現在在找怎樣的球員 然後 然後他就說我問的問題很好 我就覺得我有信心可以上 OK 那你咧 他那天聽起來 感覺不是像你這邊那麼順利 我們聽到兩個 我那時候大概就 完我就覺得一半一半嘛 因為我覺得 應該 我應該講的不差 但是 跟從組的比好像 真的蠻差的 所以就會很擔心說 會不會不上 然後我爸就說 應該是 還可以啦 他說 他就你覺得你自己有講 好好講完就好了 對啊 大多就來個當作體驗也可以 對啊 其實你們進到面試的時候 大概就1分之1的機率啦 就是2選1 這樣看來 我說我們就機率數字來看嘛 畢竟25個男生 25個女生 對 然後就選12 就是一般的機率 對啊 所以那你們面試那天 因為他已經比較有信心了嘛 所以你是 就不意外 就自己會入選 對 所以你看到的時候又是 哇 很開心解脫 還是什麼樣的心情 就覺得 應該會想 那你真的看到名單的時候呢 就是覺得 贏隊的競爭還蠻激烈 就開始放 放開預想後面的事情 喔 所以你看到 就是你看到12人名單 那時候就在思考 你要怎麼樣成為最後的人 對對對 那你那段時間 從那時候到你進來贏隊錢 你做了哪些準備 我就是想要 一直想要提升自己 但就是每天練球就是 也有一定這樣的類 所以就是 多少就沒辦法提升很多 嗯 又想辦法再提升 像英文方面 嗯哼 就是 每天就多背一點單字這樣 這時候不錯 那你呢 你有訝異看到自己的名字嗎 沒有啦 其實雖然說 那時候玩很緊張 但我後來就覺得 應該上海偷是會上啦 然後 如果說有什麼準備的話 有啦 就是 贏隊那時候有名單嘛 對啊 然後有些人 都跟我 算是對手嘛 然後 可能比賽的時候 就會注意一下這個人 怎麼打球之類的 像那時候 就比較 我會去看艷昌跟 那個秉諺打球 嗯 因為 就剛好那時候比比賽有對到 嗯 然後但是 我對到那一場 然後他們兩個就剛好沒上 所以就蠻可惜的 但是後來還是有稍微 看到一些他們打球 所以在看到名單之後 就是最後 實際到了贏隊那天 就 你們男生12個嘛 12個裡面 我記得第一天 你就有來 就是告訴大家 至少一半以上的名字嘛 嗯 你12個裡面 你本來就認識 一半嗎 不一定是認識 但是知道 就是知道 嗯 蠻多都聽過 然後他們驚豪的就是 算 國小就認識了 你們兩個也是國小就認識了 因為他比我小一屆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一直打遊戲賽 所以你們以前就已經講過話 就出去就是吃飯聊天 還沒 沒有 就沒有到那麼熟 就追到彼此 對 然後那時候 原本國中的時候 有常常找他們來 但是他們後來也沒來 沒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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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後來都是還 但是他稍微 跟又婷比較熟一點 但是跟他 就是我知道他是誰 但是還好 還好 對 那你知道他是誰 也知道 知道 那12個裡面 你也都大概認識嗎 對 幾乎也都認識 其實其實是啦 因為像我們自己球員 正常你前後界打球的 就大家都知道 就算你 沒有跟他講過話 你也知道他名字 你也知道他來自哪裡 他不要太差的話 都會知道啦 是啦 因為畢竟大家都是球員嘛 那 在這之前 就是你那天到了贏隊之後 你有特別就是對誰 就是特別有印象嗎 或是第一天的時候 你有對哪一個人特別有印象 不管男生女生都可以 第一天應該是他吧 第一天就對他特別有印象 為什麼 因為之前沒有 就是之前 就是看到他聯賽有什麼大三圓 就覺得他應該蠻強 但第一天又沒有打球 就是看到他那個 那個眼神 就覺得他蠻強 所以對他的那個眼神 自信有印象 那你那天有對誰特別有印象嗎 第一天 第一天啊 嗯 沒有對特別誰有印象 我只覺得第一天就跟男生 大部分都混熟了 就是大部分都認識 然後 也都可以講成一片 可是 對誰有特別有印象嗎 沒有 因為那天就沒有打球 然後 但是上課的時候可能 好像也還好 沒有什麼印象 男生可能 跟我覺得彥昌跟秉諺應該算是第一天比較 互相認識 喔 因為我原本下一個問題就要問你 那天第一個交到 就是你原本不認識的朋友是誰 第一個交到原本不認識 就是從來沒有講過話 然後我也真的跟他好不熟的 我覺得應該是彥昌吧 嗯 就是跟彥昌 真的算是不太認識 應該是完全不認識的 就是我可能知道他是誰 大家應該不知道我是誰 嗯哼哼 就是第一天大概就是 最認識的就是他吧 看你啊 因為是柏君 喔 就是我們國小嘛 國小是分 一三姊還有二四姊 然後每次剛好就是 二四姊剛好對到他 然後每次都是他手握 然後就是每次都有打 但都沒什麼講話 然後那天就聊一下天就 認識 比較熟 不錯不錯 看來你們第一天都有認識到新的朋友 那你們第一天有認識哪個女生嗎 第一天 有記下哪個女生的名字嗎 沒有 但是 很誠實的 可能好 我張裡面一個也沒有 沒有 欸我 你有 我們學姐精華的 啊 雨薰喔 對都不常跟他講話 那你知道他 對 就是也有看過 對 那你第一天有去跟他講話嗎 沒有 沒有去叫個學姐好之類的 沒有 其實女生那時候就是 就是有幾個有時候也在看過 就是樓安嘛 然後可能那個配學 然後就兩個我之前就在八強的時候就有看過 打球都慢掉了 其實那你們那一天進到銀隊 然後其實第一天早上我們也大概解釋了一下 我們銀隊主要做什麼 然後也 你們大概也都知道我們那一週的課表 所以其實那一週的整個銀隊的設計 其實就是希望說讓你們提前就是認識很多東西 包含像今天買入Pocket其實是一樣 所以我們希望你們就是如果未來想旅外 可能要做哪些準備啊 然後英文課上什麼啊 然後仿佛課啊 運課的檢測啊 或是各式各樣的東西 那你們實際現在已經算是參與完銀隊 過了大概兩三個禮拜了 你最有印象的一堂課 或是你在那個銀隊中 你覺得最有記憶一點的一個moment 你覺得是什麼 我知道你們心得寫了很多啦 面試的時候可能問過類似的問題 但有可能是你沒有講到的嘛 如果你只能選一個你會選什麼 因為攝影課吧 一直跟媽媽講 就是因為我們家那個攝影 那個相機就是爸爸一直說沒辦法拍運動的 照片 但因為那個他就說調快門就可以了 那後來你回去又真的去調 回去就調調看 然後咧 就剛好可以拍了 就真的可以拍了 對 所以看來就真的是不懂不會用 對 不是機器的問題 對 所以你最有印象深刻的是攝影 然後回去真的學一致用 對 那你有教爸爸媽媽媽嗎 有 就禮拜 那個禮拜過 我剛好下禮拜 禮拜天 就有想比賽 我就請我媽媽去拍 那媽媽也會拍了 所以就有拍出不錯的照片 對 所以你最有記憶的那個moment是攝影課 對 OK 那你咧 只能選一個的話你要怎麼選 我大概其實大概猜到你們會講哪兩個答案 因為我們在面試的時候 不是有問類似的問題嗎 對 你們大概24個人 因為我雖然沒有在男生面試 但我大概也知道 你們24個人大概有16個人都講那兩個答案 運動防護 運動攝影 嗯 所以你會選運動防護 喔 為什麼 我包腳包贏防護員啊 真的啊 老師我們可以去東文試看比賽 有啊 所以那個時候包贏的是你 沒有啊 但是他讓我30秒 所以 而且我 而且我包的其實 你是包腳踝嗎 有點醜 腳踝嗎 對啊 然後 那時候我就學到最大的就是 那個吧 索根吧 我到現在 索根 因為我一直 其實本來就在國中的時候就會了 但是 一直都不知道索根怎麼包 所以我都只包到八字 我們 我自己最早也是在國中的時候開始學 索根啊 八字或那些地 因為 只能只是教一下 但沒有特別去解釋為什麼這麼做 你就會很容易忘記 你就是想要 好像有包腳就好 但有時候我們自己包的 可能都不一定是正確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的課程其實會這樣設計 也是希望讓你們真的有機會去體驗啦 好 那你們覺得最難的一堂課 我大概也聽到很多答案 英文 英文 真的都是英文 他從他面試的經歷 他就大概可以知道你說英文很難 但你覺得英文難是因為 課程內容太難還是 因為一開始 我講說他會有中文配英文 但他全英文 而且講很快 有點跟不上 那你沒有舉手跟他講 講太快了 沒有人跟他講嗎 應該有吧 沒有 真的喔 我都問旁邊 所以旁邊的人會照你 對 旁邊是誰英文那麼好 我記得是楊羽 喔 OK 那幾年英文對照的三個人 就是那兩個弟弟加楊羽 我知道 我們在看你們筆記上面的那個 就是英文小助手 那個你只要坐他們旁邊 你那一盤英文大概問 所以你不會就直接問他 然後那個老師出什麼題目 他都寫喔 超強的 你們知道兩個弟弟的英文心得很多 之前原本都還用英文寫嗎 我知道 他那時候給我看 然後他就說 他還跳我說什麼 怕你看會那個啊 字字不如啦 然後他直接給我看 然後他寫全英文 他們的確是因為是真的蠻蠻不錯的啦 但都蠻臭屁的 蠻臭屁的 哈哈 有一點自信是好事 但也不能過度 對 但我跟你講 以後去的美國真的也是要 你知道我在美國學到最大的一個點 是美國人他可能只有三分 他會把他自己講到有十分 所以他們很會自吹對不對 有有有很常聽到 對 這真的是真的是真的 對 所以我覺得這未來你們 你們兩個也算是比較 呃 你們應該算是有自信的人 但你們好像不是對外會一直講 就像不會到臭屁之間 對 對 好 那你們覺得籃球呢 就是中勳教練那幾天設計啊 你們覺得訓練的強度啊 或是一些變化 有沒有什麼特別想分享的 呃 我覺得就是比較會讓我喜歡練球 怎麼說 因為比較有趣 教練比較熱情吧 比較帶點感情 你在講的那種我都會有點微擔憂 會不會 對 但平常練球也是很有熱情的啦 對不太一樣啦 因為那個是一週體驗期嘛 對 OK 所以你覺得會比較喜歡 那你們第一天不是聽 呃 應該說你們碰球的第一天 不是光熱身你們就快 震亡了嗎 看起來 喔 對對對 是沒做過還是就是 就是 有些小七都平常都沒有練到 對沒有活動到 OK 所以你覺得那幾天的籃球 帶給你什麼變化嗎 或是你回去之後有什麼想法 就是讓我變 變比較樂觀吧 因為 之前有點逃避練球 但我現在 就是比較喜歡打籃球 是發自內心的 不錯這是我很開心聽到 也覺得就是這是好事 但現在回去之後 應該也都還是一樣保持著這麼開心的 對 好希望你繼續保持 OK 好那正好耶 那幾天 變久了其實真的蠻開心的 但是我覺得 原本想說 因為不會那麼累 那幾天應該就是有點 不會那麼累 然後但是去 然後發現 我看 什麼基本動作還是那麼累啊 第一天呢 就是第一天那個做那個運球 真的是做 酸 酸到那個那個 回去那個手段還在酸 然後我就想 我怎麼來這裡還能那麼累 我覺得我們當初在跟教練 因為我們男男女男是不同教練 所以你們如果 當然你們沒有看到太多女男 但你們大概有聽到 所以男女男的訓練的風格 跟內容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聽說強度有差一點嗎 強度也不太一樣 對 其實我們觀察面向不一樣 那這一週的Camp最重要 我說對於我們ACT主辦的角度 第一個就是去觀察 你們的實力水平 跟你們未來可能可以就是 你就把我們想像成是球瓶球探 就是你們未來的 可以去激發的潛能 那當然第二個就是 教練們當然也是希望 可以帶給你們一些新的體認 就像他剛剛說 他真的有找回他熱愛籃球的感覺 我覺得這就是好事 所以當然不同的訓練的目標 就會不太一樣 畢竟一週真的很短啊 說實話 就是你訓練 而且我們第一天又沒碰球 你大概只有不到12個小時吧 就是真的 能帶給你們的東西 也真的是有限 但是教練他自己 就像總訓 他自己也是希望他的想法 可以影響到你們 有沒有什麼你們 想跟總訓說的話 沒有機會說的 可以趁現在 那幾天他帶我們是真的 帶的就是很有活力 然後真的蠻開心的 就是我從那裡練完球 就會覺得打球是一件快樂的事 但是一回到學校就覺得 打球怎麼那麼累啊 不一樣 然後而且會一直 就是學校打球 就可能比賽的時候 他還是會一直被罵什麼的 就是會壓力很大 就是在那裡跟 在那邊的 開心打球是不太一樣的東西 但那也會比較有自信一點 你呢 有什麼想跟總訓教練說的嗎 就感謝他這幾天教我們 讓我們有更多 精進自己的籃球技巧 因為他也帶給我們很多 不一樣的訓練 就是平常沒辦法 就是有一些動作就是 居然不會刻意去練 可以提升我們自己個人的動作 不錯不錯 好啊 中訓應該會很開心 就是聽到就是你們的回饋 那我們剛才講了很多課程啊 球場 我們要講一下私底下 你們這次一起住嗎 你們是室友嗎 不是 不是 那跟我們分享一下宿舍裡面 有沒有什麼有趣的事情吧 宿舍裡面喔 每天都還蠻好玩的 蠻好玩的 真的嗎 你都在玩什麼 其實 沒有 是不是半夜偷看電視的那些 沒有 我不是喔 我可以發現我 對啊 我都知道 你們第一天看完之後 我第二天下午民 就警告叫你們不要再看電視了 然後後來還有人 你半夜不知道看電視 沒有啦 是第一天 然後我們在看那個什麼 我們在看卡通 超之戰 然後反正他們 然後但是我們看一下 然後就覺得 因為那個就是幫助住民 那個看一看 太無聊 然後就睡著了 然後就把電視關掉 但是 就還好 我們那時候也沒有辦法拖很晚 然後但是我覺得 是嗎 哈哈 最好玩的就是那個啊 每次在飯廳的時候 飯廳有什麼好玩的 就超級吵啊 對啊 吵到不能再吵了 你知道嗎 然後女生每次都看我們 都是覺得我們有夠吵了 你知道嗎 對你們真的蠻吵的 男生真的是 活力很多 那你欸 你們那房有幹嘛嗎 有我們就是 第一天晚上 我們看的那個 有的話那個 羽龍共舞 那不是 真的你那個 騙的年紀都比你們的歲數還大 就是我們那時候 一直在選要看什麼 然後我們後來選到這個 就是 艷昌決定要看這個 然後我們四個都看著著著訊息 我們看到快結束 然後大家都睡著 然後那時候 我就把電視關掉 你不是電視的兒童欸 就是沒有手機 就是要看電視 或是要幹嘛就對了 你知道很好玩 就是 反正那天我跟你們講完後 然後我知道過幾天 男生房間 都還是有在偷看電視 然後呢 他們就是早上對服 去叫你們起床 他們發現兩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你們不是七了半起床嗎 女生大部分 有好几间女生是已经起床了 然后就是都准备好了 就是就很饿 就想说 啊睡起来了 我想快点来吃东西 然后男生是每个去敲门的时候呢 明显就是没睡饱 然后都不知道到底搞到几点才睡 不知道在干嘛 对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发现 嗯 这种女生蛮有趣的 也让我们在思考未来要怎么样 更让各位可以重视休息这件事情 男生那间永远都是我开门 我说我们那间啊 真的啊 永远 每天早上那个 你知道那个天要敲门声 我想说应该会有人起来 就 没人 然后他就敲第二阵的时候 我想应该会有人了吧 没有 好去开门好了 那你也是去开门的吗 我没有 我都叫那个义勋 因为他最外面 OK所以就被分配到 要负责去开门 所以他就是第一个起来的 对 那你们在里面那个刷牙的顺序 或洗澡的顺序 你们都怎么分配 随意啊 随意 有没有特别照顾一下 弟弟啊 跟弟弟一起睡 你有跟弟弟隧道吗 有啊 跟那个啊 那什么 去旅程 所以你们刚好都有跟到 对 我们今年其实是第一年 我们主要是希望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 所以我们今年第一年 我们一开始设的年龄 就是小溜到果山 那当然今年回去之后 我们其实也会做了蛮多的修正 对啊 所以其实也是希望可以透过一周的应对 然后让你们知道说 到底如果你未来真的要旅外的话 你可能可以做什么 其实你们那周学校的东西 跟包含你自我介绍英文 还有球技 这三个东西好好弄好 然后还有你的在校成绩 不管你们 你如果是高中要出去 国中成绩就很重要 大学要出去 高中成绩就很重要 这些东西好好的就是 准备好 其实才有办法帮助到你们未来 要出去 才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啊 那最后呢 我想问一下你们就是 如果可以再参加一次 或者是 因为我知道你们有的 已经没有办法再参加了嘛 年纪到了 如果可以再参加一次的话 你会想要新增什么课程 或是你会想要我们 在里面放入什么 我们先问他 因为他没有机会再参加了 我们的对象很明确 我们今年是小六道国三 反正我们 我想一下 这个这集播出应该会是 未来几个月 我也是可以偷偷先预告一下 我们再来应该是 只会针对国二国三 对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你会再 就是想要增加什么 先让没有机会的人讲 增加什么 对啊 可不可以把摄影课跟防护课 多增加一点 摄影课跟防护课 多增加一点 对啊 我觉得十座课程比较好玩 十座课程比较有趣 但是有时候听那个什么 其实那时候就有什么英文嘛 然后行销什么的 可能听夫人讲还好 但是听英文跟行销 就每次都会 想睡觉 你连行销课都会想睡觉 你不知道我们的行销 行销不是在什么 行销还蛮有趣 因为行销那时候要写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会觉得 就睡前对啊 睡前 所以如果他在白天就可以 对还可以 所以睡前已经没有脑一整天的课程 对一整天课程下来 然后晚上还要吃完饭 然后听行销课 然后那个时候还要写什么东西 一大堆的 然后还跟你说礼拜五面试 然后面试越接近压力越大 然后你就在想说什么 完蛋 一般五面试到要讲什么 之类的 然后每天都是压力倍增 第一天还 第二天 第三天 然后就越来 压力越大 然后也越来越累 有有 我们这次也 我包含晚上的课程 也会做一些调整 也不会让你们就是太多事了 对 因为我们当然 因为走一周 所以想尽量给你们很多东西 好 这几个建议我们这边有收到 卓晨呢 我觉得 Fren 你可以讲多一点 其实关于美国的事情 就是让我们更了解 然后更了解整个生态 我觉得这次我没有讲到太多 大概只有几条盖道而已 因为毕竟我们想要先让你们 就是知道其他的东西 说实话美国那块是 他可以讲很多 也可以讲很少 但最简单就是 要想办法让美国的教练 看到你谁 才是重点 那怎么让他看到你谁呢 他一定看你的highlight 跟你聊天的时候 你的自我介绍 然后你的问题 只要这两个有掌控的话 理论上美国生态啊 或者环境那些 就是要再慢慢学习 但我们其实这次回来的时候 其实也有讨论 就是可能会 给你们更多跟美国相关的 好好的 那你们最后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吗 你看起来很期待 好像 这要结束了还是怎样 还是知道好 我怎么会 就在想问题 但你要问我 还没公告的问题 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了 没关系明天就会公告 明天就会公告 对但我还是想先讲 就是其实明天 虽然公告的结果 不管是怎么样 或是不管是几个人 我们也都是尽我们最大的能力 就是先选出 我们认为目前看起来 比较有可能 送出去的人 但不代表没有选到的人 就是不OK 其实只是因为我们现有 因为今年第一年 我们一切资源也有限 就是我们也不可能 就是什么东西都一次就弄好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 把选出来这些人 好好的来花时间 花两到三年 好好的培养他们 然后反正呢 虽然你可能明年是没有办法 一定不可能再参加了 因为毕竟你超零的 但你一定是可以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 如果你明天公告出来 假设你是我们今年24人 名单内的任何人 如果你没有上 绝对不是 你有什么哪里做的不好 纯粹只是因为我们 根据今年的预算 跟现在的状况 然后还有我们对 被选到的人的规划 所非常艰难的 选出的名单 我认真给你们讲 选择的过程是超级艰难的 直到虽然现在明天要公告了 但到我也是很害怕 就是公告之后 没有入选的小朋友们 会比较难过 但是没有入选 不代表不能再来 你如果今天进到最后了 就是你进到12人 只是没入选 如果你还在 名单内 明年再来一定有更高的机会入选 那我们明年不能再来 明年不能再来的就是 也不代表 就是如果你没有进到ACT计划 如果你未来真的还是想出国的话 还是有机会可以找我们gate 这也是一个选项 这就是差别在于 有人帮你出钱 跟自己出钱的差别 但反正你们都进到最后的名单 所以你们也都用我们的联络方式 有什么问题你们问我们 我们其实也都还是会很 乐意的协助 毕竟你们能走到这里 我们觉得真的很厉害 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名单是谁 但我也希望不管是谁 看到名单之后绝对不要 就是因此觉得自己不好 因为这名单真的很难选 我们当天其实就开会过几个小时 然后后续这两三个礼拜 也一直在陆续的讨论 我只能说真的很难 我们选的标准就是以他未来 两到三年内 可能最有可能有机会 可以拿到D1的奖学金的标准 但当然被选上的人 还是有很多需要加强的 我们也知道 我们选上的名单里面 也有人在某些地方是比较不足的 所以你可以问其他的 但不要问这个 所以这个营队 只有明年都还会办 对我们已经确定明年 所以你们刚刚讲的那些意见 就是这是真的 我就已经会回收 我们已经确定明年的时程 也是差不多就是在明年 其实我们日期大概也确定了 明年应该是18到22吧 8月 对啊 大概是在8月 对啊 然后我们也一样也会有说明会 然后该有的流程 甚至今年的面试 还有我们所有的准备 这还会是一个长期的计划 所以就算今年每入选 我们每年还是会持续的选 对啊 那你们刚刚跟我们讲 那个营队那一周 我们就是你们想要再增加的 或再调整的 也都会列入我们的考虑 所以目前已经确定 我们再来会有 甚至再来是3到5年 5到10年 对也希望你们未来 就是有机会 回到我们的营队帮忙 或分享 对啊 说不定蛮快就有机会出去了 就可以来分享 有吗 没有 想很久了 那要不要分享一下 第一次录Podcast的心情 就平常在车上 然后爸爸都会播Podcast 就有听 有的没的 有的听笑话 然后鬼故事 然后什么新闻那一类 我觉得 爸爸觉得跟我讲说 录的时候就是 讲话要口齿清晰一点 然后还有 讲话讲的内容 不一直笑 有的没的 然后这一次录我也有 体验到那种 就是平常 那些人讲话的感觉 就是蛮有趣的 不过我觉得你刚刚说 你要讲的那几个点 都慢慢讲 你讲得很清楚啊 对吧 那你呢 那时候看到 然后我就觉得 来录啊 不然呢 蛮想试试看看 就是之前也会有听Podcast的时候 只是可能 比较多时候是在 看YouTube上面 但是知道那是Podcast 就是很类似 只是可能它会有影片 就是蛮喜欢这种 访谈性的东西 就是觉得这样讲话 其实蛮有趣的 然后就想说来试试看啊 搞不好以后 会有机会可以去 对啊 以后说你们可以 自己当Podcast主持人 他被摄影有兴趣 所以他说不定 可以当幕后的人 你可以待在前面 然后你们可以轮流出来啊 其实就是培养一个 新的技能而已啦 对啊 好啊 那就我们就先感谢 郑浩跟卓晨 今天来我们的 就是GATE的 ACT Podcast系列 来分享一下你们的经历 那反正呢 不管未来怎么样呢 我们其实也都会一直存在的 所以你们未来有什么问题 你们都是我们ACTD界的成员 随时也都可以找我们 然后呢 不管怎么样 就是明年有机会再来的 一定要再来 然后没有机会再来的 也要跟我们保留 良好的互动 对啊 最后还有什么 想说的吗 或是给未来要参加的人的建议 可以来的话一定要来啊 对啊 如果可以再来 我应该会再来一千次 哇 对啊 OK好 他讲一千次 那你要讲什么呢 就一万次吧 好 我们试试量的话 好 那我们就谢谢两位 今天的邀请啦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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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